要想起 哎呀我过去今生了 做了许许多多的罪业 恐怕不行了 罪业 一忏处就没有了 就消了 问题是 你肯不肯忏悔 为什么别人能忏悔 我不能忏悔 忏悔真正的意思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安家大师叫我 因为他晓得 我也在寒州 叫我忏悔 我那时候刚刚接触佛法 佛门的仪归什么都不知道 连拜佛都不会拜 所以他老人家给我说 他说佛教重实质 不重形式 也就告诉我 你不懂那些规矩 没关系 那是形式 最重要是心态 这是实质 那什么叫忏悔呢 实际上忏悔 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教导我们 不二过 就真忏悔啊 知道自己故事 从今以后再不犯 同样的故事 那叫真忏悔 那我们中国儒家讲 不二过 这是孔子 赞叹 淫悔的 这个好学生 他有没有过 是有 但是他改得很快 改得很彻底 这叫真忏悔啊 所以心里一旧 就明朗了 过去所有一切 那这些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论 不善的行为 全部都没有了 这是真忏悔啊 从心底就忏了 首先不能有不善的念头啊 标准 从事先也到 不善的念头